你好,我是昆仑流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啊,咱们继续聊这个 大小合作之乱这个事件的前篇 也就是这个关于南疆的故事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 在这个准嘎尔韩国的帮助下 确切的说呢 是准嘎尔韩国的初代大汉 嘎尔丹的帮助下 白山派的阿伯克合作 就做了南疆之主 当然了,这嘎尔丹的不做赔本买卖 扶植你这个傀儡政权呢 那么他就要得到好处 所以说这南疆回部 每年要向准嘎尔韩国 交非常重的这个金钱税和这个食物税 不但呢,要向准嘎尔韩国交税 还要向嘎尔丹大汗呢,交共赋 这个共赋我更厉害 说是每个月四千两白银 但是您别忘了,它是按月计算的 算到年上啊,那可以就不少了 那这么一来的整个南疆的哈斯克这日子 一下子就进入到了水深火热当中 他们不但得给准嘎尔韩国交高和的共赋 并且还得养活自己的这些头人 也就是合卓伯克们 上文书咱们就说了 这阿伯克合卓呀 结了一次婚 就宰杀了这个四万只羊 三万头牛 并且这个聘礼就是三万匹马 那句俗话怎么说来着 这羊毛啊都出不了狗身上 这些个事情啊 当然都是用金钱堆积起来的 那么人民的负担您就可想而知了 那按常理说啊 这个咱们共赋也教了 也有自己的保护伞在后边撑着 都成了别人的附属国了吗 那和平就应该来了呗 这坏就坏在这较门它永远是分派的 那么说这准干二汗国的支持了白山派 这黑山派它能干吗 所以说这明了暗了的 就使劲的争权 这阿伯克合拙呀一想啊 这么打下去 这仗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要不就咱们干脆趋先救国得了 我呀就娶一个黑山派的媳妇 这才有了呀 刚才咱们说那个又宰羊又杀牛又送马的 可是这个阿伯克合拙呀 万万也没想到 花了这么多钱娶的这个媳妇 那简直就不是一扇茬 好家伙的嘞这娘们 不是 这位黑山派的女子啊 那手腕简直是非常的强硬 她的名字呀叫做哈尼姆帕德沙 是一位黑山派的贵族女子 您听听啊 这后人给她起的外号啊 您就知道这人有多狠了 哎 什么柜子首夫人呐 什么屠夫皇后啊 哈记 您听这外号了的吗 这个 这阿伯克合拙活着的时候啊 还看不出门来 1694年 哎 那年啊 应该是康熙33年 这阿伯克合拙呀 让人给害死了 这位啊 号称是屠夫皇后的哈尼姆帕德沙 就把这老合拙的所有儿子都杀了 当然了 留下了自己的亲生的 这一下子 这南疆啊 除了这个民族内部矛盾之外 又加了戏码了 又上演了几出公斗大戏 这麻烦上啊 又加了麻烦 哎 没想到啊 这会准格尔韩国那边啊 也出乱子了 这杆尔丹的权力欲望开始膨胀 哎 就侵占了卡尔喀蒙古 这康熙皇帝能干吗 于是这杆尔丹算是跟康熙皇帝叫上劲了 可是啊 打还没打过康熙 被这康熙皇帝啊 给追杀的躲在草原上的一个小角落成就不敢动弹 那这老虎要是不在家 这猴子必然的从树上啊下到了地下 这南疆啊 一下子就乱了 那么这个南疆的白山派黑山派的实力对比 到底是成什么形式呢 这白山派啊 性格温和 所以说性众就比较多 黑山派啊 是激进派 是强硬派 所以说做博客的就比较多 那我们都知道啊 这博客呀 就是地方官的意思 最大的博客呢 就是成博客 那往小了说呢 管理水务市场的 博客都有 那这一下子显得很明显了 在群类上说呀 这宗教领袖啊 有很多都是白山派 然后呢 这管理阶级呢 很多都是黑山派 然后普通的百姓 白山派也比较多 那这个有人说了 这少数派能够管理这个多数派吗 这个在别的地方啊 他不见得可能 在穆斯林社会是完全有可能的 他有这个宗教观着呢 不是 您就比如说这伊勒克吧 大多数啊 是这个实业派 可是呢 逊尼派当权 您再比如说 这个叙利亚吧 哎 这70%的人口啊 都是逊尼派 但是呢 却是实业派当权 哎 这事啊 搁人家这个 穆斯林国家呀 不好说这个 那这一下子就乱了 虽然这大汗的宝座呀 在白山派手里控制着 不过你现在这会儿 正是主右国一 不但如此啊 你那边后村啊 现在正好示弱 这赶尔丹呢 让康熙皇帝 打着跟三孙子似的 是既无还手之力啊 也无招架之功 所以说呢 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 这南疆是非常混乱的 那么这种混乱的局面 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策望阿拉布坦时代 据说呀 这策望阿拉布坦 设计弄死了自己的叔叔 卡尔丹 然后把卡尔丹的骨灰呀 还献给了康熙 在北边呢 积极的和这个 俄国人的互视 这样一来呀 就换来了南北两方面的和平 这会儿的南疆啊 已经乱的不行不行的了 哎 换了这个黑山派当权 这白山派呢 仗着自己人数众多 又有这个宗孝领袖的加持 所以说呢 这黑山派这权啊 这当的不稳当 这大韩呢 哎 时不时的就能听说 自己某个城又返了 于是在这个重压之下呀 这昏招又出了 他们一琢磨呀 咱们是不是也能像原来白山派一样 哎 到这个准干儿韩国 把这蒙古大兵请过来 弹压一下地面呀 当年呢 白山派的阿伯克合作呀 答应他们什么条件 咱们今天照给不就完了吗 于是这使者就呲呲呲呲 跑到了北疆 就见到了侧望阿拉布坦 这准干儿大韩 侧望阿拉布坦一听啊 哎 对喽 我正要抽出功夫来收拾你们呢 我这啊 哎 南北两方也都平静了 那就差你们了 于是这蒙古大军沿着夏特古道 翻过天山呀 就进入了南疆 这么也来呀 这南疆的宾馆是白山还是黑山 全成了瞪眼山 这侧望阿拉布坦的路数啊 跟那叔叔 嘎尔丹是一点都不一样 先一声集合令啊 把这些河卓们 哎 别管是白山河卓 还是黑山河卓 自要你自称圣地 也就是莫反莫德的后人 全都啊 归了归堆 抓起来 那有人说怎么着 这抓起来是要杀是吗 哎 不是这侧望阿拉布坦的他又不傻 他知道啊 在穆斯林地区把教宗们都抓起来杀了 那这些人民呢 将永远不会臣服于你 那你就等着四方暴乱去吧 那干嘛呢 把他们啊 通通都迁到伊里 也就是准盖尔韩国的首都养起来 养着你啊 白白胖胖的 哎 光养着你可不行 你也得干活在宗教事务上啊 你们在这个北疆要遥控南疆 那您肯定也能想得到 那这遥控权指挥权到底在谁手里呢 那肯定是在准盖尔韩国大韩的手里 那么谁来做这个南疆之寒 南疆的教主呢 哎 一个不封准盖尔韩国不允许南疆在存在大韩啊 教主之类的这个名词 那么谁来做地方的长官呢 伯克 城伯克 这准盖尔韩国的大韩错往阿拉布坦 就在南疆每一个城 每一个镇都封了城主伯克 并且呀 这些城主伯克呀 还得把自己的儿子都交出来 一块送到伊犁去 也给你们养起来 咱们前文书说了 在盖尔丹时期呀 基本上不参与这个南疆的政势 这南疆啊 顶多算得上是北疆准盖尔韩国的一个附属国 那么既然你这个南疆要向北疆交共赴 就得有一个官员呀 来收这些共赴 来清点这些共赴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准盖尔韩国呀 就向这个南疆派出了不少的叫做 卡拉汗的官员 这些个卡拉汗呢 就只负责呀 接受清点这些共赴 然后啊 运到北疆 不过这会儿就不一样了 这个侧往阿拉布坦呢 往这个南疆又派出了很多的这个卡拉汗 并且呀 提高了这些卡拉汗的权力 把他们的权力放大到啊 可以过问南疆除了宗教以外的一切政务 割国外讲啊 有点像总督吧 割这个大明朝讲啊 这叫做天使太监 当然了 人家这个卡拉汗呢 肯定不是太监 那这么一来呢 这个南疆回步 从最初的附属于准盖尔韩国 就变成了准盖尔韩国真正的属地了 无非也采用的就是一朝两制 哎 这一日长两日短 时间过的是很快的 从这个侧往阿拉布坦时期啊 准盖尔韩国 呲愣一下子 又过渡到了这个卡拉汗侧灵时期 就在这一时期啊 在这个准盖尔韩国 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这卡拉汗侧灵啊 不知道动了哪门的心思 把自己啊 压在这个伊犁作为人质的这群合卓们 哎 挑了挑 捡了捡 把他们呀 就都放回了南疆 并且鼓励他们 要在这个宗教事务上啊 多拿到一些主导地位 这究竟是为什么呀 咱们明天 接着聊